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型少年 這一集我們要跟大家聊裝潢 想必在我們頻道中 教大家買了這麼多工具 教了很多工業知識之外 一定有非常多的好朋友 好兄弟好姐妹們 在家裡面自己DIY 自己做裝潢 但是呢 當然有很多的工法跟很多的技術 並不是頻道中每一個朋友都會的 所以呢 如果你在你家居家改裝 你要裝潢的時候呢 你可能就會需要請到工班 你可能需要請到設計師 再不然你就是要請到神明保佑 來保佑你這批的工班都非常的順暢 做起來的東西都非常棒 基本上機率很低啊 所以呢 決定我們就要來拍一集告訴大家 通常你在家裡走裝潢的時候 你要注意什麼 而為了呢 讓這一集看起來更有真實感 更有張力 更具有挑戰性 於是呢 我們決定在這一集當中 我們一起做得完嗎 我們決定在這兩集當中 從無到有 從零開始 從一個廢區把它改裝成一間店 然後拍給大家看 好聽起來好像很好看耶 我自己 我自己也覺得聽起來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在開始之前 首先我們感謝MOMO贊助了我們這一集的改裝 兩集的改裝 哇 他們好聰明喔 一次打兩次廣告 好了 其實我們今天已經約了房東要跟他簽約了 那在去現場簽約之前呢 我們頻道依然顧我的 從第一集到現在一樣 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裝潢在工業當中的一個進食 現在的人呢 講到要裝潢 你可能就會想到要請室內設計師 但是室內設計師他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在人類的歷史當中 並沒有去定位誰是第一個室內設計師 而在早期甚至連設計師都沒有的時候 當然也沒有這個名詞 他其實就是一個幫你家裡面變得更舒適 符合你的需求 然後改變你的生活環境 的 師 一個人 的一個人 也就是因為室內設計師的範圍太大了 有些人幫你打掉牆壁啊 有些人幫你裝潢家裡啊 有些人他可能只是幫你更改一下環境的配色啊 那他可能都會稱為室內設計師 所以你可能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的史前年代 人類在洞穴裡的時候大家互相辦史丑 不是星星不是很累吧 幫你把史丑擺一擺 讓你走路的時候更順暢 讓你在敲廚房在煮東西的時候 然後能夠更順利 他說不定就是室內設計師 而在人類史上 有記錄的室內設計師的歷史以來 其實還來自於美國 當時是因為和建築需求有關 那人類的經濟發展越來越好了 所以當時每個人的私域 他的慾望就更強大了 通常當然就是心機復勞了之後 你才會開始想到自己要過得更爽 反正頻道我們有講過一句話 人類只會在爽的時候 想出讓自己更爽的方法 所以說大家並不是只是要一個建築 一棟房子 而是要住在裡面 住得好 住得爽 每天住得哇哇叫 你們住得哇哇叫 這真的蠻爽的 聽起來好色情啊 所以開始就是有了美感的人 開始有了室內設計師 這樣子的抬頭 這樣子的職業 而說到台灣呢 民國38年的時候 兵荒台灣 你那個時候連飯都吃不飽了 還關你裝潢看起來好不好 而一路還這樣子 咚咚咚到了時過了14年 就民國大概50年的時候 因為台灣開始代工嘛 那家具的產業開始發展起來了 很多人到台灣來尋求做工廠 然後到台灣來開始生產一些製造啊 於是台灣人就代工代工 看到外國人靠 做的東西這麼漂亮 做的這麼爽的時候 開啟了台灣人的慾望 我們也要過得這麼爽 嘿 外國人的東西 看起來怎麼這麼爽 看人家的美國氣球 美國氣球 你不知道啊 美國氣球 以前那個遊戲的就是保險套 你看人家那個 美國人的熔岩燈 你知道熔岩燈嗎 會上昇了 其實室內設計的歷史 它是跟著家具石同步發展的 不過家具石有機會 我們再拍一集跟大家看一下 當家具的美學變得越來越好的時候 室內設計跟裝潢的美感配置 也越來越蓬勃發展 所以一路到了70年代 大家的家裡面都開始會想要 我家裡要裝潢了 我家裡要怎麼樣 但是台灣那個時候也還沒有室內設計器 所以這個時候裝潢的人是誰呢 木工 鐵工 電師傅 嘴電師傅通常是不會來裝潢的 對 大部分就是木工啦 台灣木工是從 跟著日本人這邊去開始會掉花 他就磕 然後開始我這個桌子做得怎麼樣啊 然後這個這邊做個櫃子啊 就像是做系統櫃的木工一樣 在當年就像是一個室內裝潢的設計師 同時就會做木工 你看當年的室內設計師多厲害 沒有OK的花大包大人你看 而到了80年代呢台灣經濟期 有股市萬點的台灣籍硬坎嗎 逼太白 我們到了1985年 因為市場有需求嘛 中原大學他們才創立了第一個 室內設計器 1985年都還沒出生了 而到了2004年呢 台灣才開始建立了有證照的制度 在這邊大家做一個小提醒啊 在業界呢 你通常要有一個執照叫做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以及 你才能夠施工的 而室內設計師呢 通常有室內設計以及技術室 就代表他一定是會畫圖的啊 但是他不能施工 雖然我知道大家都會戒牌 但是當你如果今天遇到有規模的 政府標案的 大企業的 那就已經學到證照 所以總而言之呢 做室內設計是有兩大宗旨 第一個就是 增加室內的物質條件 來提升你的生活品質 第二個 因為你的物質條件生下了 所以住在裡面 精神好 心情爽 你的靈氣都越來越強 總而言之 就是讓你的生活過得更好 過得更爽 住起來舒服 弄起來爽 好 那話說了很多 那我們就來去場地簽約吧 Let's go 我們看的時候呢 就是你除了要看一些環境上的問題之外 你也要看他 到時候營業本身 你會面臨到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去做評估 噔噔 就是我們 要開店的地方 在此聲明一下 大家會不會以為我是爆發戶 其實不是 我是只是在裡面站那個一小 一小小趴一小趴的那個人 很小的指揮 因為裡面有人懂管理 有人懂喝酒 有人懂做吃的 像我們呢 懂怎麼樣做工程 懂製程 首先看一下他的天花板 目前這是處於一個像小廢墟的狀態上 因為已經很久沒有人用了 但是唯一看到第一個優點呢 就是風景很漂亮 這邊可以看到整個山耶 所以這邊如果稍微 到時候地板高一點 然後這可以做一個蠻大片的玻璃 可以讓大家看到 這時候我們還會去看一下地板的痕跡 因為有時候地板的痕跡會告訴你一些 他這邊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像這個有可能像是 你會去跟天花板比對的話 你就會發現那是漏水的樣子 不過通常我會建議大家在做 不管是買房子還是什麼時候 你第一件是一定要趁下大雨的時候來 因為大雨可以讓你看到很多的細節 跟很多的狀況 好 那我們在一開始要怎麼樣著手呢 首先 當你到了一個新場地的時候 首先你要先知道這個場地本身的問題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就是這個場地有什麼樣的特色 什麼樣的特色是人家沒有了 但是你這邊有了 那盡量運用 我們在一開始要怎麼樣去評估 不管是預算呢 還是不管是你要用什麼樣的工法呢 也就是室內設計呢 第一件事最重要的是 就是評估你的成本 然後再來是丈量 好 那我們先開始 6095 然後柱子590 75 582 那哈利好低喔 56 560 高點3.7 跟大家科普一下這個東西叫車距離 它的用法就是呢 你可以站在你要的地方 然後去量測你跟這個紅點的距離 按下去之後它就會顯示出單位 一般初學者就是要注意 你要使用公分啊公尺啊 因為距離不太一樣嘛 那每個人的需求也不太一樣 做工程的跟做市面設計的 鐵空鐵劍的大型建物的 每個人用的距離長度會用的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買的時候要好好選 好 我們就開始畫 就是通常一開始呢 我們會用支筆 然後大概先畫一下它整個的區域的範圍 那之後呢就進到AutoCat裡面去換算 整個的面積啊 高度啊 體積啊 平數啊 然後可以去換算 那為什麼一開始要畫這個東西呢 就是你可以大概初估一下 你會花到多少錢 其實很多老江湖的人 通常你已經畫完這個圖 大概就已經算出來 這次裝潢要花多少錢 那你就可以有個range 最低至少要花到多少 最高可以花到多少 通常高是沒有極限的啦 不管你是商場裝潢 還是居家裝潢 還是你家的大樓裝潢 20年以上的房子 你大概會花一大筆錢拿來修繩 最省的做法呢 其實就是貓培屋 因為第一個你不用清運嘛 你如果是老房子 你看你要大要錢 你清垃圾要錢 你家的電線老舊了 抽出來重新拉線也要錢 當然這邊還有一些前房客留下來的東西 我們一樣拿來運用 話不多說我們就進電腦 好 很快速的我們平面圖畫好了 那我們在這個平面圖呢 當中就看到了一些 這邊我們要面臨的問題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為了減少拍攝成本 所以其實我已經事件畫好了 平面圖畫完之後 你就發現了幾個問題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畫一個叫做原始平面圖 就是它在裝潢之前 然後它的樣長什麼樣 再經過我們大雨的觀察 這個有餐有酒的店呢 它要開在飯店的頂樓嘛 所以有幾個重點一定要先處理的 比如說第一個肉質 然後第二個就是它的隔音 因為它樓下其實就是房間 那還有第三個大家可以看到 來這個廁所 它只有一間 以實際面上來說 你要解決的第一個 就是蓋出一個男女廁 但是它本身的廁所其實有點小 所以這個我們要先成第一個 要想辦法的是 那第二個呢 如果它是在營業上面使用 當然一定要合覆法規嘛 因為安全是最重要的 所以它的什麼排煙啊 然後它的警報啊 然後它的各種有的沒有的 這個也一定是室內設計師 你千萬要去不要省錢的 尤其是安全是不要省錢的 第三個就是它有一個很漂亮的戶外區 戶外區也是我很喜歡的一區 它不只可以烤肉燒烤之外呢 也可以在夏夜晚風 或者是冬天春天涼的時候 然後坐在外面 好好地看一下這個裡面的風花暑月 不過其實到第一次我到這個現場的時候呢 我直接想到的就是越南咖啡廳 反正就是有一年 我們北越南越都去過了 在越南它其實有非常多特色的咖啡館 真是有一整棟大澳裡面 每一間房間裡面都是一間咖啡店 其實在這邊的風景喔 你會看到台中的老東區 老建築 然後遠方你又能夠看到漂亮的山景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們可以參考的方向 回歸講到室內設計呢 其實因為我們頻道裡面 有非常多都是工業人士嘛 很多人都畫AutoCAD 但是呢 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你們一樣厲害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不會丈量 你也沒有風格感 你也沒有美學的時候怎麼辦呢 這時候你就找 設計師 你為什麼要戴口罩 我覺得我戴口罩比較帥 好啊 來吧開工吧 通常室內設計師來了之後呢 他就會給你一些環境的建議 然後跟一些你設備上的需求 還有一些怎麼樣做起來 比較漂亮比較帥 然後我們都量完了 是不是要找一個量一點的地方拍 不用拍就對了 好 走 那說到底 為什麼我們做一間店 做裝潢要找設計師呢 為什麼我們要找設計師呢 為什麼 因為他是我表弟 肥水不落外人田 為什麼你要是戴口罩 戴著飆帥啊 我看一下 你拉開 戴著好了 那我們就談論到室內設計師 他為什麼之所以重要 跟他為什麼需要必要存在呢 第一個 長得帥單身 第一個 他能夠控管你的品質 然後第二個設計師賣的是什麼 美感 美學 然後第三個是 他可以讓你跟工班之間 作為一個溝通橋樑 他比如說今天業主有需求的時候呢 他就幫你當翻譯官 我現在有中業方在工作 喔 喔 啊師傅 啊你就用20x20的方管 上面用3mm的鐵板 那我們現場噴消光黑這樣子 好 對沒錯 因為很多人呢他都會想說 我家裡要做裝潢 我可不可以自己叫工班就好 除非 你今天真的可以跟他說說 欸 我們這個四口冷凍 蘇巴拉幫 3mm一樣 劈頭劈幾次 這件事 這件事都劈好了 這樣 這樣就下班了 你看看 沒有幅啦 有啦有幅啦 你看這裡 你還要拼兩次三次啊 有幅沒有幅 你看幅就知道 當前講 通常你知道很多的台灣工業師傅 當然有品德很好 品性很好 又很做工實在的 但是你難難免免會遇到一些不太實在的 那這個時候呢 第一個你不可能每天24小時 就盯著這個師傅看他怎麼做 那他中間如果做好 做壞的時候怎麼辦呢 那設計師的功能 就是出來幫你緩和一下 按來師傅的心情 同時可以把你的房間做得漂漂亮亮亮 最重要的是收尾有沒有收好 很多細節 就是師傅有沒有幫你把關這樣子 那這都我們的責任 你罵過師傅最兇的嗎 最暴烈爆氣的嗎 你怎麼可以這樣 超厚 其實還是會罵髒話啦 罵你啦 你最兇的髒話 你罵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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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後獻上的師傅 你真的跟我弟配合到了 不要欺負他 不然我就會出現 你聽過最機車的業主講 他會惡性的殺價 就雖然說我們都有做完 可是就是說 他有一部分 他是為了想要省錢 對想要省錢 殺價不殺 台灣人不殺不爽 對或者是說他很多地方 他可能會凹你說 你可以幫我做一下 順便幫我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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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如果凹你的話 你很不爽你會怎麼樣 基本上我還是會 就順從他們 好榮幸喔 欸弟弟 工作不能這樣 那你最兇最兇罵過業主 什麼話 很生氣 他欠你尾款欠一年 不好意思 你可以幫我匯一下 脾氣超好 我們身為一個 一個科普知識 跟工業知識的頻道 順便教一下 就是大家要怎麼樣找設計師 什麼叫做好設計 說一個行內話給大家聽 好設計應該是說 業主他想要的 我們剛好能夠設計得出來 這叫好設計 也就是說業主說好就是好 沒有但是我覺得 身內設計分成兩個風格 一種就是創作型 但是你真的要遇到很好的業主 你跟他想好的時候 我這邊要幹嘛 但是你要目的心要告訴他 就是告訴設計師說 我這是要商用 我要自用 應該說業主他需要表達的 他喜歡的類型要很明確 不然的話設計師通常都是用拆的 你猜猜我喜歡什麼 我猜的 應該是遊戲吧 電競房那種感覺吧 各位電競廠商可以找我業主 會昏暗暗的 為什麼我看起來昏暗嗎 沒有就是會亂猜你知道嗎 就是當你什麼都沒有講 什麼資訊都沒有的時候 然後設計師就開始看著你眼神 是命運的捉弄 或是冥冥之中有無形力量的安排 對就是這樣 無頭昌影到處亂話 那第二種方法呢 我們就可以依照條件式的方式 跟它發展設計 好比說 因為我不知道我什麼夢 我什麼都不知道 就看你平常有沒有喜歡的 比如說家具類型是真的 一看就是很喜歡的 對 那我們可以從家具去點身 到我們整個空間的設計 是的 說到購買家具 各位朋友 你可以打開手機 點開MOMO AVP 上MOMO購買你的家具喔 業配就是來那麼突然 幫不上 你有很兇的方式 講一下就是 可以上MOMO買家具 你可以上MOMO 去選家具 幹什麼 我現在知道為什麼你要 從廈門回台灣 為什麼 台灣人比較和善 第三種就是 如果你沒有想法 你要你請設計師 自己設計自己畫圖 就不要它弄完之後 你在那邊繼續玩玩 其實還有一種 還有一種哪一種 就是依照你的預算去做考量 去畫 去設計 對啦 這個是我們最喜歡的 這個也是我個人個人 最建議一般民眾 你在如果需要一個室內設計師去接觸 你需要請他來幫你執行按鍵的話 這是一個最容易的方法 話說回來 該賺的就是要給人家賺 好比說什麼 話題要時間 兼工要時間 設計要本錢 我舅媽 你媽媽當年讓你出國念書 沒有錢嗎 對 學了這麼多回來 要錢 專業要錢 專業付費應該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風險 就是好比說我是公班 然後我做一做做一做 我靠 弄壞了 弄壞如果今天你沒有找設計師的時候 你就去跟那個公班慢慢吵 好 那大家知道怎麼跟設計師溝通之後呢 在溝通當中 其實這段時間我們也把我們要完成的平面圖也畫好了 那我們當中大概花了一點時間了 大概兩個禮拜左右吧 兩禮拜當中的兩天 兩天 因為如果你有工程概念的話 很快就可以溝通好 如果說你的這些平面圖都確認了 那你的位置該什麼地方怎麼放 你都放好了 那接下來之後你就可以要求設計師畫3D了 3D 3D啊 不是 你不能把我當成一般人看吧 我們畫完就幻想 但是觀眾不行啊 3D 3D 要求設計師畫3D 搭錢應該很合理吧 合理合理 親胸必名順帳應該也很合理吧 合理合理 謝謝老師老闆 沒關係 好那我們來看3D 但是它刷MOMO卡有3%的點數回饋 可是我沒有MOMO卡怎麼辦 我們就是MOMO的業配 你要裝一下 我現在就去看 古人說 核桃不理手 能活八十九 超越乾隆爺 炎王叫不走 我之前就在想說 很多網友是不是誤會以為我們是爆拔物 其實我們就是一個白手起家的工業男子 核桃盤子這樣看起來不像爆拔物嗎 我屬於是心情上的爆拔物 情緒爆拔物 看到不然就抓狗 在前幾年北京那邊炒這個炒得很兇 就是一顆 可以炒到好幾萬塊 然後這個東西盤了很多年 它一直它會浴化 真的是一塊玉油 然後這個盤過的人 就會變得很貴 在那個北京那個路上有沒有 你就看到那個很多大哥 你就拿來 他開始搓 搓自己的油 然後搓自己的頭 讓他肚子拿來搓 夸槍 總之一句話結尾 網務上製 我們是什麼頻道 玩物上製頻道